你家里突然多了这么多手办 你父母怎么反应 他们就问我就是什么情况 我就说是在这个小信息里面赚到的 赚到的 对 我以为这个就是 他就是用这个漏洞赚到钱的 此后 丁某王某就专门寻找信号不佳的地方 如法炮制刷取平台的欧气纸 期间还将自己用欧气纸兑换的手办进行捣卖 最终两人的账户欧气纸刷到了数百万 折合人民币近八十万元 而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早已触犯了法律 因为以前像平时玩那种腾讯的游戏 比如说像那些什么王子王荣之类的 他也会出现就是一些bug嘛 然后就是给你一些东西 然后官方直接回车回去 没有触发什么的 就是想着就是人家还给你的那种感觉 近日 丁某和王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近年来 各类搜集商家优惠信息 并从中获利的羊毛党层出不穷 那么这两名涉嫌犯罪的90后 和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平台的规则是 每次完成拼团任务只能获得一次奖励 而嫌疑人在平台购物的时候也是知道的 但当他得知可以在网络不好的地方 重复点击来获取多次的奖励之后 就特意选择网络差的地方 重复点击领取O7 所以他这个主观恶性是非常严重的 最终他是通过这个平台提线和兑换手办 来达到这个非法证捕财物的目的 因此我们认定他是盗窃 目前小程序方面已经修复了程序漏洞 两名嫌疑人也已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真相30分 我是广阳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